今天有很多地產業界的agent 他們都可能有旁聽 他們受到在香港的歷史史無前例的歧視 在這個印花稅的修訂條例下 做到史無前例的歧視 就算在人類史上 對一個合法的行業 展開一個這樣的歧視 其實都不多 如果作為可以參考的 或者是中世紀的時候 歐洲的猶太人 當時就被人不容許他們去買地 其實想著斷他們的米爐 現在政府就是做一些這樣的政策 去歧視一幫合法做生意的地產經紀 我想問一下 我聽過有地產界的老闆都跟我說過 很多人他都是走投無路才去做地產經紀 叫做在那裏找到一片天空 很多的也都是本身的學歷可能不是很高 就是憑著可能有些口才能夠進入這個行業 但是這樣現在被政府去打壓 但是在民間裏面是沒有人為這幫人去發聲 在香港都叫做一個文明的社會 性工作者都有止騰為他們去說話發聲 但是地產界的朋友是沒有人為他們去說話 可以見得他們的地位在政府眼中 是不如性工作者 為什麼我們可以容許一個這麼歧視性的法例存在 政府如果打破別人的飯碗的時候 是不是要考慮如果一意孤行要繼續這個條例 去通過這個Stamp Duty 是不是應該要考慮一些賠償機制 即是那時香港政府殺雞都要賠償 那為什麼你現在打破別人的飯碗不需要呢 還有如果還要說賠償 黃遠輝說要將樓價坐下兩成 香港的家庭有一半是擁有自治物業 如果你打擊這一半的香港家庭 他們損失了樓價那些錢 是不是政府去賠償呢 政府為什麼可以為了一班 他們買不到樓的人 究竟香港有多少人買不到樓呢 政府有沒有去計算過呢 我認為政府如果真的一定要去行這些 這些Double Stamp Duty 這些3D的政策 你一定要去計算 究竟要怎樣賠償給這一班的地產經紀 也都要想一下 怎樣賠償給一半香港人 有自治物業的香港家庭 麻煩你下一位 好呀